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天,啊,最近那个比较忙在做自己的网站等等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就等了时间更新影片,那今天呢就慢慢回来更新,这样子呢,可能玩有反馈,那之前的那个,也录下一个模型是这样子,然后画个这样子的时候,但是呢,这个的话,它的那个,就是这个模型跟三十五,呃,完全不笔配, 那所以呢,很多数字,我大概画一下,然后就,对,反正画那个十五,还是一样这样子,好,那个三十五,四十五,好,那个十四,我们先回中间,前面的这个管吗,对吧,那画这个管的话,那就,呃,九十四,是吧,现在我们就从,顶四开始吧,对吧,那这个我们用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说,呃,是吧,就是这样子一个导管这功能,然后我们去把那个导管画出来, 画出来,画出来,那首先这样子就,可能就,反正就零零点这样子,画到线吧,哦,零零点画到线的时候,呃,我们去看一下,哦,九十四,对吧,反正它就到,然后从这个这个看到,对不对,我来一个视频,当然我这个是Meter的,你们到时候,反正我数字是这样子,你们到时候看着改吧,可以吧,呃, 啊,然后,啊,不对,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子,因为我现在边想边画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为什么,先问我,要改一下那个草图的面,我们要改,我去不要问这点字,我去找一个,前四或者右四,对吧,然后再回来,编辑这个草图吧, 然后下面这个导管的话,他整总长是八十九,那肯定是不对的,八九的话,那这个就除三吧,三十吧,三分之一啊, 好,那这个,然后OK的以后,我们来捣一下这个角,那这个角,我们看这个草图反正就也是挺大的,那我就捣个二十,捣个,九十四,三十,二十,那我也,我也这样子,差不多,差不多以后,那我们退出一个草图,那我们草图这边的一个, 形状已经有了,对吧,好,那这时候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的一个基础面,对吧,就是来, 就是来,还有新的基础面,那新的基础面,那个我们首先,我们的第一个Refense,那个Coplay,对吧,我们想在点字这边,然后画一个, 对,在这个点上,那你看到,这个顶上,顶是,然后我们第一个的Refense,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对,这个点,然后就是SecondRefense,第二个参照, 好,那第二个参照以后,我们,呃,打下勾,好,那第二个参照已经有了,好,那这时候直接对,你看这个操作很快, 为什么我再点这个面,然后点Sketch,呃,然后只要,这时候你不用去说狂球吧, 把这个什么基础面的弄正,为什么,因为你已经选了基础,基础面,他一定在那个,一定在那个面上就是说话,就不会说跳到别的,好, 好,那再下来的时候,这个啊,这个,上次图真的很多数字没有了,啊,这样子,啊,画的, 有点心晒啊,这个图画的真的是,然后这样子吧,啊,15是吧,我看一下20,啊,这个真的是完全看靠感觉化,这个, 这样靠感觉化的话,那这样子,好,那这第一个OK以后,我们设计,呃,设计下那个, 第二个基础面,第二个基础面的Pen,Pen以后,对吧,呃, 那我们可能一定是选择一个white,对吧,因为我们要在这边再坏个圆满,那你们都知道我想用什么功能, second reference,要是这个点,然后打一下call,打一下call以后,来,你看,我这个已经设定了,直接选Sketch, Ctrl加8啊,当然你不选Ctrl加8,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时候选择也是一个, 呃,我刚刚好像是20吧,那我这次也20,好,那这样子的导管形状,我们是已经有了,有了以后,那我们就把这个管理画,啊,画一下, 画一下,然后就是,那个featurestrap,好,那这时候我们选这个call,然后再选这个线,啊,那选这个线,啊,那选这个线,好,已经OK了,啊, 那其实后面那个快行,但通常我会画,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画那个long,因为有时候,对,有时候有点差错,就是说他转过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规整的,这样,就是说不会到这里, 就这个圆形,他不是水平,他可能会写了一下,这样子,啊,这个后面的时间再讲了,好,那这时候这个我们中间导管就完成了,也是一个实心的导管,那实心的导管已经完成以后,那中心点45,对吧,我看一下这个,这个,啊,有点恶心的这个图,啊,好,好,那我们把后面这个六角形都画一下,我们就,对,画一下这个六角形, 嗯,然后我们直接在这个面上,或者选Pen Tool也可以,那关键性好一点,我们可以选这个面,选这个面,选这个面以后,选这个Sketch, Sketch,然后,对,直接选六角形这个工具,选择这个工具以后,呃,我看一下,啊,他这个尖在上面,那我们就按着这个,好, 然后在这里下来,我们选择他的一个半径,我们选择25块吧,稍微比这个大一点一点,因为这个数字没有,那我们就,对,大家换一下,还是一样这样子,啊, 有些细节外还在,啊,再下来,然后这个,他不是很薄,那我们给他一个6的一个厚度,OK,然后6的厚度,我们现在有了,那我们知道有些倒角,那我们这些后面,最后再倒开吧,好,那我们就把中间的这个画一下,中间的这个部分, 那中间这个部分呢,怎么办呢,中间这个,因为也没有东西,对吧,那我比较确定,可能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分钟的这样子一个状态,那分钟的话呢,我们这样子,嗯,分钟的话, OK,好,那一个也是要设定一个Sketch,那个啊,呃,一个基准面,一个Pan,一个Pan以后,啊,Top,啊,Top,好吧,Top本身一定可以,好了,这个我记错了,好,那这时候Sketch,点一下这个,呃,对,基准面,那这时候反正0点,0点以后,这个的话,反正一样没有那个, 一样你,呃,这个数字也是没有的,没有的话呢,就,呃,30,那30以后,对吧,然后这个中心点它是9,14,然后你看这个六角形,反正就,呃,我估计这个是六角形,但是,反正这个尺寸不太对了啊,大家就讲久了看一下,然后就,这里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呃,标注一下啊,按照这个44,对吧,那45吧, 那45,好,好像差不多可以啊,因为有些数字也是,大概长长长的来,这样子吧,好,然后再下,因为选拖也没有帮我吧,是这样子,好,再下来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个,啊,不要选择,哦,那这个高度,说实话,又,又是有没有的,那这样子,选择一个,我看是40,40, 就是明显太高了,呃,看一下20,20,20帽子,帽子差不多,帽子差不多,好,那我们再选择一个virusion2,我们也给它一个20,啊,两边都给一个20, 好,那这样子的帽子是有点像鸟,对吧,然后再下来的话,是这样子,呃,看一下啊,这个好,我们把顶端的,好,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倒角给画,最后再打人家,对吧,哦,倒角,倒角的话,那就这个,使用到明显是太大了, 我们拿一个5吧,那也,还是一样,那个数字差不多,啊,好,再下来,我们就画这个,这个小Q,啊,呃,通常的话,我画东西习惯是这样子的,会把那个收东西给,那个就收东西给画,画了,然后最后再进行分件,这样子,那比如说像现在,我肯定会把这个外光给画了,外光画了以后,对,我就会给给它个分件,那这里也是没有那个尺寸,啊,而且比例,这个很细, 在这边也不对啊,也是要将就的给它一个看一下啊,那个15,那就给一个15吧,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15以后,呃,对,看起来差不多,这个完全是靠,完全靠,靠感军来画,那这样子15,15已经OK了,那我们把上面这个球画一下,上面这个球,我们应该怎么去画,这个球,那我们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这个球我们就,对,找一个参考点,对吧,然后对,参照了,就放,这个就是怎么样,我这个我放一回,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很快,他就,对,现在是肯定有了,但是太快,反正就放一回,啊,记得,放一回,啊,记得,放一回,啊,记得, 成长,那要我们再给一个20吧,反正就大概的一个数字,这样子一个情况,呃,给一个圆形的话,然后这个高度,我们也要给一个,我看,我看一下那个,本来的,本来的巧图都没有啊,本来的巧图又是没有的,那没有的话,我们就给一个25吧,25那太高了,就是那这个圆啊,就是这个圆,刚刚好带了一下,对吧, 不小心,好,好啊,28干脆 有时候,肩膀流错了 哎,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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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个穿一穿,螺一下,我罗一下以后然后再感觉,这个,等下一个20,等下20以后呃,这个, 看下没参照 如果参照的话那就 看一下有没有保留线 那先把我们就拉一条那个中心线 拉一条中心线的话就 这样子 哦 还是用这里 参照一下 找一下这个参照线以后 选择一个 Constant 对好那这时候已经是 Fulling Define对吧这个好那这时候该做什么 把这个圆形的减半啊 然后减掉多余的部分我们已经要旋转 旋转的话就是这样子 反正就是有没有的对就反正他自己会摸弄 打一下勾 好那这样子这个 奇怪啊 怪不得我点错我点错不了了 不好意思啊 啊 点错了 好这时候OK了那我们再回来把前面这个桿子画下 那这个桿桿的画法有好几种 那这个反正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放一样弄画出来那我通常就 我是用旋转旋转就算了吧 那旋转的话就这样子 分配对吧 然后Sketch 再来也是一样那我们找到这个圆的正中心点对吧我们已经找到了 好然后这时候大概画一下这样子一个形状可以吧 OK 然后这个圆我把这个标注给删掉一下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一个 需不需要他这个应该也是正中的照理正常话应该是正中的不会那么麻烦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 然后也是没有数字吗还是 呃啊感觉的话吧 就把所有的 把所有数字给他弄稍微的一个什么讲就是 规整一点吧就是 就只能这么做好 然后再下来比如说这一角度什么的比如说一块 哦那我们给他一个105吧 105以后那这个数字再给他一个三 就没有他太细了啊 也太细的话然后再下来我们可以是这样子 呃画一下这个结构线 结构线然后在这 这两个我们在这样子 呃这个就很奇怪 奇怪 这样好吧那就不要换了他哪一个 然后fix我们在想fix对就是强行固定在这里啊 呃再下来 对吧 和你了以后我们在这样子啊这个已经完成了嘛对吧 老色 对 然后这个ok了以后 然后我们去已经一个也是 不够 想做两个 啊好 旋转完以后 再加一个旋转 好看一下这个尺寸 这个明显好那个 那肯定是需要修改的 那我们这一个好 那我 这个地方 这个节路 对 这一个的话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角度的取消一下 标注啊 然后再下来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点 对 15 哎 然后这里好那还需要加一个那个 看一下 对 对还 你们懂了还是要找一个 规准 就规整的角度 然后这时候这条新闻交线我们也是要给它靠面 对 平行 然后我们在推出程度回去看一下 好然后这一次的还是要没有不够长啊不够 外观不是很像 那我还需要再调整一下 那给它再给它一个 20 然后这个地方 这地方 你不够你给它一个8 哎呀 20先 然后 这里给一个8 呃明显又太粗了是吧 像是 哦那在 再稍微修正一下吧 这边7 这边7 后 这边给它个10 好吧 好差不多就这样的覆盖了 那行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倒角吧 然后最后上面这个在进行环境正面 呃 倒角 那我们这个地方 只要 那 有些像上面啊 上面的这个的话 那我们就 顺着来倒吧 这个是10 然后我们也叫付平的 付平的10 那肯定太大了 然后1 差不多 那这里也是一个 都1吧 对吧 然后 早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会调大一点 其实刚刚你们看到会比那个小队 就是面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说你斜面不一样了 然后你需要进行个调整 那这时候我给它一个5吧 看下去给它远一点 那你们反正知道画能的方法这个还是不太像的其实应该不是5 那我呃 未来的改 然后下面这些倒角 给它一个 啊 这些会给19 不可以 就 不需要太哪一个 然后这里这些 等会的话 对啊 0.5吧 我刚看到那张图好像比较细啊 然后 有新资源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就慢慢在那个 来倒 都倒一个 就说自己再好好把这个图里接上来再面 连行电 这样子 因为倒下这个东西啊 其实 有时候能不倒我也感到 好吧 好那这时候一个二看着尺寸行不行啊可以那就给他一个二 那给一个二以后的吧 好 这里也是给一个二因为刚刚那也是比较大 那还是二吧 我本来想1.5 其实1.5会好点 然后这是导一个在这里再打一个一对我把这个人家 交流 也满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的一个 部分就是要把 这个 然后就是要把这几个feature进去的特性 我啊 下面一个 这个超大的圆 10可能太大的 好 好 差不多 好 下面的圆我们也有了对吧 好那下来我们把这个feature给倒一下 feature给倒一下 之后我们选择一下这个 我们需要那个 呃啊 不用不用 因为我下面这些参数可以把我们按这个选择 好 然后 那个 我选择一个feature feature的话呢 首先是一个 这个 feature 对吧 然后 这个 再下来 然后等 四个 中心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面啊 下面这个 角度我们选择360 就是 哎 你先的 这样三百六啊 这起 能不能看吗 五十九 哦不对 一百八 啊 我懂了 他不就是都是个对对对对 杀了杀了 那他脑袋不样子 哦我我没有勾这个一口 怪不得 啊打一下 好那这时候这个算是完成了 好然后最后的就是那个 看一下 啊最后就擦我们的这个楼纹啊 完成了以后 我们开始画最后的 这个楼纹 这个总体来讲真的不太像 啊那个不太影响我们的话 那楼纹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 呃 我们从底部这里我们在 Sketch 白 然后 选择这个圆 然后这个地方的刚刚是20对吧 那我们这是16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拉伸一下 呃这个 拉伸的话我们就给一个8吧 不要太长 嗯 反正方法交 就告诉你们 然后到时候再看怎么画啊 罗文的话首先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的一个规整标格 规格是怎么样去画出来的 我只知道画的一个方法怎么样 好 然后那这时候我这样子 我们选择一下这个面 再选Sketch 然后这时候选Sketch 以后我们选择这一条线 然后 然后 对 抽取这条线 然后大家拨 好 那这条线我们已经有了对吧 那有了这条线以后 我们要哪一个 退出一下草图里面 退出以后 那就是一个全新的功能 像以前都讲过的 对 哎 就这个 Hardless and Spiral 就反正就是做了纹基本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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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哎 控制一下吧 啊 对 咳 算了 用不到 哦 好 那个 再来一遍 好 那这时候我们选择 哦 那个 Volution 我们选4个 高度的话 我们选择的话 高度我们给他一个8 不好意思 那是除8 我们每个pitch只能给2 因为我总高是8 所以呢 我们就对 然后这个是那个style angle 那这个 你们反正可以自己去选 这样子 好打一下Go 好 那这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 轮动吧 就刚刚 我这个高度是8 除以2 每一个旋转的高度就2 然后所以说我就打2 轮动吧 这个 对 可以好好理解 然后分法就是这里啊 这样子做 好 然后再下来是这样子 这个的话 我就随便画吧 这个三角的话 因为正常肯定是很精准不会像我这样到底的 那我现在就是 随便画那我就 选一下这个 这件工具啊 然后这个我可能就放里面一点吧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话对不对 因为这个问题啊 然后这个角度的话 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规格说真的很坦诚的这么跟你们讲 那我可能就给一个150一个不要好看一眼的一个数字啊 然后打一下Go 好那这时候大家也懂怎么做对就是一个啊 SWAB就是这样子一个这个小对小三角拿着选招选一下他打一下Go 然后 当然那个三角形你们都自己去换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我们比较简单的就是罗恩反正话就是这么话 很简单 一开始那个外围反正就是你看我一开始为什么拉这个中间转就是为了他外围这个然后通常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 是应该把这个三角的另外一个端放在这条罗恩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内侧转还是外侧转这个我真的不确定啊对 所以呢大概反正话是这样子你们可以看着你们一个需要然后呢就把这个画了 好那一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呃有什么要画的还是要那个 跟之前一样微信那个都说一下那我时间就给你们做好 那一个就到这里谢谢大家